很荣幸我们首次大学的师生 能够来到台湾 来到国际台湾师范大学去交流 两岸交流日趋频繁 为了开启更多学术往来的契机 11月16日上午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罗辉等师长带领了16名大学部的学生 前来台师大参访 由国际事务处却玉清主任李明芬主任代表接待 国际事务处专员洪建平表示 首都师大自行来访 将讨论未来硕士学卫生的合作契机 期盼首都师大的学生从大学毕业后 可以来台师大就读研究所 每年交换的学生的人数不一定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鼓励说 他们这些短科生毕业之后 然后可以来我们台师大 然后继续念硕士版 前来参访的首都师大三年级学生 邵信宏表示 希望可以了解台湾与大陆在教育研究上有什么不同 并了解台湾在科研上面的独特之处 就是希望知道大学生 台湾的大学生是怎样搞科研的 怎样刷新的 然后我本身呢又是教育技术专业的 所以我就想知道台湾师大学生是怎么要进行 教育技术教学的 台师大与首都师大过去 及有过学术上的交流 此次也希望 藉由参访 作为未来合作的起点 校园记得 陈品杰 王信伟采访报道